女排最美奥运冠军担任副院长 嫁给郎平助手,儿子蒙翻了 女排奥运冠军魏秋月就是人生赢家 如今的她担任天津市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丈夫袁灵溪是中国女排助教之一 魏秋月今年生下了可爱的儿子 近日魏秋月到了河东区视察工作 工作起来的魏秋月很认真严肃,气场很足 魏秋月被誉为最美二传手 她的排球生涯经历了一些磨难 屡屡受伤,膝盖半月板几乎都磨没了 运动生涯后期她的膝盖伤势严重 魏秋月退役之后的生活很充实 除了在天津市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工作 魏秋月还当了女排解说嘉宾 受到广泛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 郎平还曾经将魏秋月和徐云丽邀请回中国女排担任临时助教 帮助调教队员们 要知道,魏秋月和徐云丽都是能力出众 经验丰富的奥运冠军 有这两位帮忙指导 对于中国女排姑娘们来说大有好处